大家好,歡迎收看let's go couple's channel 今天帶大家去澳門一日遊 吃盡午餐,下午茶,晚餐三餐 事不宜遲,我們出發啦 第一站到達,我們先去吃午餐 位於澳門的打鐵豆花 是在2022年1月開業 藍帶甜品師張髮色的靈魂注入台灣甜品 並用超可愛的鐵人碗 裝著美味的豆花 餐廳除了主打打鐵甜品系列之外 還有小食、滷肉飯、可愛兼吃得微笑的爆餡雞蛋仔 內餡一共有五種味道可以選擇 包括黑糖珍珠、芋圓、布蕾、花薯和朱古力 每個雞蛋仔上面都引有smiley face,好可愛呀 另外有打鐵系列的甜品 店舖位置是在小豆服裝對面 裡面位置有限,大概有10個位置左右 下單時,店員會提示 微笑雞蛋仔需要等候40分鐘 根據當日的情況,小片只等了20分鐘便有了 店舖用了超可愛的鐵人碗 裝著髮色焦糖布蕾 護蕾、護蕾、珍珠和紅豆 他們的護蕾每天會經過2小時的新鮮製作 軟綿順滑 每碗護蕾大概有5-6粒 尚算有咬口 底層是旁邊 微笑雞蛋仔小片選了布蕾味道 它的外層口感脆脆 布蕾內餡一樣偏厚實不算嫩滑 性在口感整體算是外趣內軟 溫馨提示 如果想試微笑雞蛋仔的話 就要有心理準備等候呀 吃完午餐,第二站我們來到哈奴 吃下午茶 位於澳門的哈奴 是在2022年11月開業 店舖的裝修主要為日本自然風格 給客人舒適、悠閒晚會的感覺 店舖主打日式刨冰、雪花冰和缺餅 除此之外還提供飲品和全新推出的輕食 店主表示日式刨冰會不時轉戶味道 搭日春季,他們就換上蜂蜜、娛樂和焦糖培茶 娛樂的微酸,配上甜甜的蜂蜜 還越吃越開胃 免陳灑上蜂糖脆脆令口感不單一 如果在夏天吃到這個刨冰 絕對可以一解滿熱呀 另外雪花冰口感很軟綿 這個泰式奶茶味道很突出呀 他們的雪花冰不會因為溶化而味道變淡 頂層還配上一塊焦糖餅乾、巧克力百力枝 和黑糖珍珠令口感提升 缺餅菜用日本進口的黃豆粉 豆味醇香 口感煙煙韌韌,而且油滑不黏牙 特別之處是它有配黑糖糖漿之外還有煉辣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Anko's Bake 享用晚餐 位於澳門的Anko成立五年 一共有五間分店 主打甜品蛋糕 而你的Anko's Bake是Anko唯一一間 有糖色和鹹色的餐廳 主打意大利菜式 包括Pizza、漢堡、意粉、意大利飯、主菜和飲品 亦會每天限量供應各種千層蛋糕 Anko's Bake堅持本土原創 所有菜式都是由廚師擴作和加以改良 餐廳位於大山巴噴水池附近,黃中大靜 走到累了,就可以再到餐廳喝杯咖啡,吃件蛋糕揭揭腳 或者像小偏一樣來吃晚餐,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喜歡花生的你,可以試試這杯花生咖啡Late 它的味道帶咸咸香香 充滿食材的沙律 免頭鋪滿鴨胸肉、甜甜橙肉、黑梨茄 配爽口沙律菜 日式和風蟹子鰻魚意大利麵 它採用了日本醬油和日本特級蛋黃醬做基底 整體味道不錯,但美中不足的是 小偏認為醬汁比較少,令到意粉比較乾 原切挪威三文魚柳重150g,肉質、口實 配上橙醬、醋醬、魚子醬 三種味道、三種層次、三種感覺 最後就是藍莓千層蛋糕 每一口都充滿藍莓酸酸甜甜和香甜的味道 口感軟滑、細膩 如果份量可以再大見一點,就更加滿足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見,Bye Bye